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第二格的用法 在二文裡頭 第二格的用法 就是有以下這些 我們 我再複習一下好不好 你們之前都有寫一個筆記 对不对 就是说第一格是做什么用 第二格做什么用 我们来复习一下 找一下你们的笔记 里面有没有写过说 第一格是做主词用 主格 然后第二格是做什么用 还记得那个吗 有没有 应该有吧 你们应该有写 有这个 那个 笔记 那如果说找不到同学 因为有些同学 已经隔一年才来上 那老师重讲一次好不好 那你没有 就是找不到同学 或是没有记的同学 再记一次 我们俄文会有变格 就是我们俄文有变格 所谓的 格就是那个 改格的格 一个木字旁 那变格来讲的话 其实英文也有变格 英文也有变格 比如说 英文我们在当主词 句子的主词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 主格 这个就是格 好 那英文在当授词的时候 是不是用授格 那所以这个也是格 你看像主格是爱的时候 你变成授格 就会变什么 密 这个就有变 有没有变化 有 你就不能用爱 就有变化成密 这个就是变化了 那英文里面还有一个格 叫所有格 对不对 好像英文讲到格 就只有主格 授格 还有所有格 其他好像就 就主要是这三个格 可是俄文没有 俄文有六个格 俄文分的比较细 就是俄文跟其他的欧洲语言 德文是不是有变格 有没有学德文的同学 有没有 有没有学德文 有 还没学到 还没学到 就是像那个 西班牙文好像有变格的问题 那这个格呢 在俄文里头 其实如果你有学过俄文 你有这变格的观念 学德文啊 或是西班牙文 的确会比较容易啊 因为这个概念你有了 俄文呢 的格有六个格 刚刚英文的话只讲到主格 所有格跟授格 是不是有三个 而这俄文有六个 那其实你们现在 就是如果笔记没写的同学 或者是找不到同学 就再写一次 你就写第一格 其实你不用写三个字第一格 你就写个一 第一格是什么格 有找到同学可以告诉我吗 第一格就是所谓的 主格 对 主格 好 那第二格呢 对 第二格就是所谓的所有格 或者是所有格 后面也可以在括号 加一个形容格 就是基本上在词的分类上 形容词跟所有格 是分在同一类 因为它都是要修饰 后面那个名词 有限定的意思 所有格 或者是形容格 然后再来呢 还有一个就是 第三格 我们后面要写间接受格 对 间接的 间接 好 我都先讲完 等下再来解释 好 那再来呢 第四格呢 就是直接受格 好 那第四格 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 直接受格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五格 你有笔记的同学 有没有发现 上面自己写的是什么 工具格 对 工具格 然后第六格呢 就是什么 地方格 我们讲空间格 或地方格 其实在俄文叫前置格 为什么叫前置 我后来为什么给你改空间格 跟地方格 就是因为 前置格的话 是因为前面都加前置词 那所谓前置词 就是界隙词 可是你光看前置格的话 你会好像看不清 在字面上 你没有办法去体会说 它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可是讲了一个空间格 跟地方格 你会知道说 我用第六格的时候 就是要表达 我在什么空间 或我在什么地点 我在什么地方 所以老师才会把那个名词 改成这样 好 那其实你仔细看 这四六格格 我们所写的六格格 在英文里面会不会用到 也是都有用到 只是他没有 把它 就是说 格分得很清楚 比如说 我们的第三格 第一格跟 第一格跟第二格 那个什么 就是主格跟所有格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在英文本来就有 那第三个格是什么 间接受格 对不对 间接受格 请问间接受词 这个问题在英文有没有 在英文的句子里面 有没有间接受词 有 比如说 I buy a book 然后呢 for my sister 我买一本书给我妹妹 好 那我问你 我买书给我妹妹 那哪个是直接受词 哪个是间接 书是直接受词 妹妹是我送的对象 所以是间接 对不对 那同学常常会搞不清楚 直接跟间接 老师这样告诉你好了 你就是要看动词 动词是不是买 那你直接那个动作 所做的那个受词 所加注在那个受词身上 那一个就是 那一个受词就直接的 你买的是书 不是妹妹 你是买书还是买妹妹 买书吧 你去书店买的是书 不是买妹妹 对不对 所以书才是你的直接受词 这样你就听得懂了吧 对不对 有笑过就知道 以后不会忘记 不会说老师我在 英文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前辈by sister 还是by book 还是a book 这样就不会错了 就是注意哦 你是by哦 你是by a book 你不是by my sister 所以呢 你的那个by后面 直接接的就是直接受词 一定是你买的那个东西 所以老师才问你们 你是买书还是买妹妹 老师这样问你们 就会笑啊 觉得是什么问题啊 可是在英文的时候 你就是分不清楚啊 所以你要注意 你是那个动作 那个动词直接发生的对象 那个就是直接受词 你买的就是书 所以书是你直接对象 那你买了书以后 你在间接的将这本书怎样 拿给你的妹妹 送给你的妹妹 所以妹妹是你的间接受词 那在英文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要把直接跟间接弄清楚的话 就是要去背一堆接系词 比如说刚刚讲 by a book 什么 for my sister 那可是刚刚什么 如果说 i give 什么什么 然后 to my sister 就用to give就用to 然后记呢 记一封信 i send a letter to my sister send用to 所以如果在英文里面 间接跟直接 就会发生一个问题 要去背一堆接系词 背for 背to 之类 可是俄文不用 俄文就不用那些接系词 直接就是间接就用第三格 直接用第四格就错不了 所以第三格跟第四格差别 在这边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这是一个 好 那第五 那刚刚这样讲 刚刚那句话就同时讲了 间接跟直接都一起讲了 对不对 那请问 第五格是什么 工具格 对 那在第五格是工具格 我们英文如果要用到工具 都是用with 或者是in 比如说in English 或者是我做功课with什么 我用电脑打字 我用电脑做功课 就是with computer 对不对 那你看 他因为没有格的问题 所以是不是又要接系词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 那个刚刚讲到 第五格就是工具格 那在英文里面就是说 有常常讲 in English 用英文 我们讲说in English 对不对 用英文 或者是说我们 比如说 用电脑打字 用打字机打字 我们会用什么with computer 用电脑做作业 就是用with 然后后面是你的工具 对不对 那你看 不管是in还是with 是不是都接系词 那英文就是因为没有变革的问题 他变革变得非常的省略 所以英文会 英文的句型上会需要很多的介系词来帮助他 那二文没有 二文因为他每一格都还存在 所以很多情况都不用介系词 他现在用到介系词的情况很少 就除了第六格 就是说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在教室里 在学校 才会用到介系词 这一类的句型才用到 那原因是因为二文的格很完整 那我觉得世界各个语言里面 只要那个格变格的那个系统保留的越完整的 大概他用到介系词的情况会减少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二文后来可以学的比英文好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老师以前英文最烂的地方就是介系词 因为我觉得to me跟for me都好像 我就觉得用什么什么什么to me跟什么什么for me 好像念起来都很顺啊 那到底要哪一个 可是有时候是to有时候是for我就会有时候猜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困难呢 我不知道 那介系词呢像有时候at 明明你都觉得可以用in 可是他答案又是at就很奇怪 就那个介系词的答案 我觉得有时候会出乎你意料之外 所以可是二文就不会有这问题 那这个是因为格的问题 好那我们第一格我们其实学过 我们在第一课里面学到什么 比如说eteknica或者是什么 André比如说moydrukandré 这些呢都是第一格 或者是我说 比如说Dmitry 我们班有的秘词他是fragimia 逸臣你叫什么 你就是fragimia了吗 比如说我说fragimia 你等一下可不可以去帮我借一个什么东西 去寄中帮我借一个什么 当我叫fragimia的时候 我称呼他 我叫他这个就用第一格 这样知道吗 比如说或者是我讲说fragimia moi student 我说fragimia是我的学生 这个时候fragimia 就是主词 那他就是主格 就是第一格 所以我们第一格都学过 那我们这一课主要学第二格 第二格刚刚讲的是什么 所有格或者是什么 形容格 那我们等一下上课 我就一条一条 我们就把第二格的用法再复习一下 之前都讲过 可是很重要要再复习一次 讲过 可是过一学期或一年 有同学是过一年 还记得吗 等一下自己看一下 看你还记得多少 名词第二格的用法 在这边有那个 第一种情况就是跟否定词net连用的时候 比如说你前面有名词 然后后面加net 或是net后面加的名词 那都要用第二格 懂吗 有net的时候 他前面或他后面的名词 如果前面有名词 就是前面要加改成第二格 那如果是名词在后面的话 就是后面要改成第二格 那这个都是那个 第一种 net的用法 第二格的用法 例如说 我们直接看 那个假设 最常用就是俄国 比如说我现在点名 我说 Fildr Fildr Fildr有在这里吗 你们会说net对不对 那你们讲net 如果完成讲是要 你看是不是有net这个字 老师刚刚讲 有net这个字的话 那个他所接的名词 就要用第二格 那他原型是Fildr 我写一下 他的名字是Fildr 这样子写 这个是他的名字 Fildr 那我讲说Fildr net 来 这样其实是不对的 还没完 net就是没有 不在这里的意思 那字面上中文来看是 Fildr 不在这里是OK 但是呢 刚刚那条文法怎么讲 他说有net的时候呢 他所接的名词 要改成什么 第二格 是不是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Fildr呢 他只是原型 你讲Fildr net 这样不够完整 应该要讲成什么 改成Fildr的 什么 第二格 那第二格要怎么改呢 来同学 请你们一起看到 一样24页的上面那个表格 上面的这个表格 那 请问 这个是L结尾的是什么 阳系名词对不对 那有没有看到24页的那个表格 阳系名词的话 第二格后面加什么 第二格 阳系名词 你不管是动物非动物 你有没有看到后面都是加什么 子音结尾的阳系名词 都加一个什么 对 R 所以你要改成第二格就变 Fildr 这样才是对的 这样知道吗 那你也不能讲说 我说 比如说像人家打电话 打电话 到你家 然后找你妹妹 比如说 你妹妹叫小美好了 说请问小美在不在 然后你会说 不在的话 你会说她不在 对不对 那小美是女生 那你俄文 你不能讲 AnaNet 因为女生你会用Ana 对不对 你这样AnaNet是不对 有Net就要改什么 第二格 这个名词跟代名词都要改第二格 所以你的Ana呢 要改成第二格 第二格是什么 一样可以看到这边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 23页 来23页的第三格表格 有没有看到这边 Ana的第三格是什么 第二格是什么 对不起 第二格 也有 对 所以我们要讲说 她不在的话 我们就不能讲AnaNet 我们要讲成什么 也有 Net 就是要用成什么 第二格 这样了解老师意思吗 都要用第二格 了解吗 比如说 还有什么 大概这两个情况 就可以解释了 就是有Net的时候 就要用第二格 这样知道吗 比如说 好 再举个例子好了 我没有 我没有 课本好了 课本叫Utrapnik 也是K结尾 是K这个字母 就是英文的K这个字母结尾 所以它是直音 直音对不对 直音的话就阳性 如果我要讲说 我没有课本 我有课本是什么 Utrapnik 我们上礼拜有学 U后面加Mtrapnik 是不是就我有 U后面加第二格 是不是就表示说 谁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我有课本是Utrapnik Mtrapnik Mtrapnik是亚的第二格 所以我讲 Utrapnik Mtrapnik Mtrapnik 这个是我有教科书 我有课本 U后面接第二格 这个Mtrapnik是哪一个字的第二格 就是亚的第二格 那U后面要接第二格 就变成谁有什么的 那这个是亚的第二格 亚是我 所以就Uminia 就是我有 对不对 那Uminia Utrapnik 就是我有教科书 我有课本 那我现在要讲成说 我没有课本 否定怎么办 那我们就是直接 在这边 Uminia 后面接一个 Net 因为Net就是没有的意思 这样知道吗 可是这样完了吗 还没完 因为我们刚刚那一条规则 有讲到Net 它后面所接的 代名词或代名词要怎样 改成第二格 那你看 Ka Ka的话是什么 子音 我们有学过子音结尾的名词 就是阳性 那你现在就看二四页上面那个表格 阳性的名词 它是不是有分动物非动物 其实第二格的话 你用在第二格的话 其实不用管它动物非动物 是用在第四格才会有关 那你看它都不管是动物或非动物 第二格后面都加了什么字母 加了哪一个字母下去 有什么不同 它有一个字母多加上去的 跟原来圆形不一样的 有加了什么字母 加了R 对 所以我就变成 这样子 Uminia Net Uchepnika 就是 这个是第二格 意思就是说有Net的时候 我的这个接的名词 或代名词要改成第二格 这样才对 知道吗 所以这边这条规则意思就是说 没有就是代名词呢 就是或名词遇到Net的时候 要用第二格 这样懂吗 懂吗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杯的地方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它说和名词连用表示 事物的所有者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像说 英文讲妹妹的书 我们要怎么讲 Sister's book 对不对 是不是Sister 一撇S以后加book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在俄文的时候 不用一撇S 俄文就是直接这样子 俄文是这样 我们比如说 英文 英文 妹妹的书英文是 Sister 一撇S 然后再加一个 book 对不对 那你妹妹的书的时候 因为妹妹本来是名词 书也是名词 是不是 两个名词要合在一起 一个变成所有格 一个就是原来 主要的那个名词 你要怎么办 是不是把它 要变成所有格的那个字 放在前面 然后一撇S 因为所有格的功能就是 有点像形容词的功能 他就是等于要修饰 后面那个名词 英文是这样没有错 可是俄文呢 怎么办 俄文没有一撇S 俄文就要怎么办 俄文是这样 主要的那个名词 要摆前面 你book要摆前面 老师现在是用英文写 但是是用俄文的结构跟你讲 你book要摆前面 然后呢 要当形容词 当所有格的那一个名词 摆后面 这样知道吗 可是呢 当形容词的那个 或当所有格那个 不需要一撇S 因为俄文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 按照现在背 这一项这个规则讲的 就是后面要变成形容词 或所有格那个 要改成什么 第二格 这样了解吗 是要这样子 所以我英文是叫 sister's book 可是在俄文会变成这样 老师写在这边 会变成这样 请问俄文的姐妹怎么讲 sistra 对 好我就讲 sistra 好 可是呢 book 俄文叫 kniga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俄文的顺序是先写book 好我们就先写kniga 好 那妹妹是sistra 对不对 好 顺序这样是对了 可是文法上不对 因为 因为我们这边有讲到 sistra要改成什么 第二格 可是这个sistra是圆形 圆形是什么 第一格 所以这样算错一半 我要把这改第二格 好同学请你们一起跟老师一起看到24页的表格 24页的表格你先找阴性 先找阴性 你有没有看到sistra那个单字 就是阴性的动物 动物那一类的第一个单字 有没有看到sistra 好请问sistra它改成第二格变什么 sistra sistri 对 所以我这边要这样子 kniga sistri 这才叫做妹妹的书 这样知道吗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主要的那名词要摆第一 摆前面 后面是要摆修士的那个名词 可是我要把它变成所有格就要改成第二格 这样知道吗 所以刚刚老师为什么告诉你说 我们第二格又叫做什么 所有格或形容格 就是因为他的用法是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第二格的第二种用法 好 好 好 那再来 他这个 背这一项 有讲说什么 表示事物的所有者 或者是表示什么 跟事物的重属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是同一种的 同一类的 就老师刚刚举一样的例子都可以说明 好第三种用法 在25页的V这一项 前置词Porsley要跟名词第二格联用 有没有找到这边 就是在25页中间 有没有看到一个中间有一行字写V 有没有 就像英文的ABCD的B的大写 然后半个括号那一条 有没有看到 他说你前置词以后在俄文里面看到前置词 就记住它是介细词的意思 可是在俄文叫前置词知道吗 那也就是介细词Porsley这个字 他规定后面要用第二格 你翻开字典 你问俄国人 你问俄文老师 他都告诉你Porsley后面这个单字 这个介细词后面加的名词 一定要用第二格这是规定 你翻开字典去查Porsley那个单字 后面就写加第二格 俄文字典一番的话 好那这个Porsley的话 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中文意思是 就是等英文的after 比如说after lunch after dinner 晚餐过后我想要去看电影 或是午餐过后 我想要来睡一下午觉休息一下 我觉得现在要睡个午觉都很奢侈 好那这个Porsley 就是在什么之后after 比如说我们学 他给的这个例子太大了 太难了我们不要 其实在座同学 如果你是那个有修良学习的同学 你应该学 我们学过第四课对不对 第四课是不是学过午餐 还有早餐还有晚餐 好午餐呢还记得吗 是什么 a bit 这个是午餐 早餐我们就不写 因为太长 晚餐呢 中音在这 午餐 这个是晚餐 好 这个都是名词哦 午餐跟晚餐 那如果我说午餐后跟晚餐后 你就是前面Porsley Porsley Porsley a bit 这样子 对吗 少了什么 刚刚有讲Porsley后面的名词要通通改成 第二个对 那这个day结尾的话是直音对不对 直音结尾就是阳性的嘛 在俄文里面直音结尾是阳性 对对对有同学马上也很没有看表 我知道这就是进步 没有看表马上就知道就讲a bit 他已经 刚刚已经练习好几次 他就记得说阳性的名词 如果后面 要接第二个的话就是加一个a 有没有 像刚刚 这边是加a嘛 然后刚刚的field 阳性的我们也是直接加a 对不对 所以这个阳性的就a bit 所以我们说午餐后一定是Porsley a bit 不能说只是Porsley a bit 这样你就错一个单子 知道吗 好那如果晚餐呢 Porsley 晚餐后呢 Porsley wujen 还不够 Wujen他也是n结尾是直音嘛 是阳性对 那阳性的单子我们通常改善第二个 后面直接加什么 a 所以我们讲Porsley wujen 这样子你讲习惯你就不会错 就是要这样子要注意 所以这一刻教了你 到目前为止教了你三个规则 用第二个的规则 第一个就是我们复习一下24页这边 如果你的名词或代名词有跟net联用的时候 记住这个名词或代名词要改成第二个 好是第一种情况 好第二种情况是说 如果呢 你两个名词都是 两个字都是名词 你要把它变成有所有所有关系 比如说妹妹的书哥哥的笔 本来哥哥跟笔都是名词 对不对 那妹妹跟书是不是都名词 可是你现在要把变成所有者的关系 或从属关系 英文是直接把那个人一撇s 后面接他所有的东西对不对 可是二文不用 二文就是将那所有者摆到后面以后 然后呢 改成第二个 就可以当做 有那个所有关系或从属关系 这样知道吗 好 比如说老师的麦克风 好本来麦克风是 名词 老师也是名词对不对 可是如果从中文的老师的麦克风来看的话 哪一个是名词 麦克风是名词 老师的已经变成一个 对形容词变成所有格 对意思就是说 像在这一类的巨型里面 要变成所有格的那一个 你记住我在二文是要放在后面去 而且还要改成第二个 对这是第二种情况 好第三种情况用第二个就是 当你遇到Porsley这个字 这个介细词的时候 你不要去考虑太多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就是Porsley后面所接的名词 一律用第二个 这是规定 你翻字典 二文字典一翻 他就告诉你Porsley后面必加第二格 这样知道吗 好 那这个是这一课 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到那个动词 动词变位是不是 你其实第二课就开始学 还记得有第一变位第二变位 那老师就不要再讲了 我们就用念的好不好 然后一方面我们可以再 再复习一下俄文的念法跟发音 好吗 好 来 我们从二十五页的第一变位法 这一课有这么多个 我们来念念看 来写 我可能要跟那个才学一学期的同学说 这本课本里面 他要强调的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他都是用协体 然后而且粗粗的 像他这个都是输协体 所以这个像这个 这个是杀 然后像这个像有一个像M的 这个是T 不要误会他不是M 这个才是M 尖尖的才是M 这个是T 这个也是T 好 这个都T 好 自己要注意 因为他用书写 这本课本他要强调的地方 都用书写题 所以会让误会 不是我骗 是这个陈兆玲老师骗 真的是 而且很多人到期末考都写错 真的我要跟他讲 是知道 叫他出来面对 然后这个就是杀 自己要上面助记 不然真的 期末考会写错 会被 会误会 好 那 这边动词 我们 提醒了 那个比较 就是才学一些学同学 或是还没有开始学同学 那我们 继续念第二 就是第二个动词 来我们都先圆形 然后再从亚开始念 好 来 借了起 亚借了由 推借了也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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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也這邊第三個 來, ウピラチ 我ウピラユ 你ウピラユシ 他ウピラユ 我們ウピラユ 你ウピラユシ 你ウピラユ 其實老師會把那個 就你我他這些也唸出來 是因為我要讓你們知道說 哪一個代名詞 是用哪一個動詞去變化 其實我們平常你看 像他是不是每一種字尾都不一樣 ya 的話一定後面不是 you 就是ウ 所以俄國人他到後來講動詞 他都不講主詞了 因為只要動詞一講出來 就知道主詞是誰啦 比如說我講說 ウピラユ 就知道是誰在打掃床鋪 誰在整理床鋪 那如果我講說 ウピラユシ 我就問你說你在打掃 你在整理床鋪嗎 俄文完全的講法 整句完整的講法說 ты ウピラユシ 這樣子 可是我們通常ты都不用講 我們就講 ウピラユシ 就是你在打掃床鋪嗎 你在整理床鋪 為什麼 因為光看到那個 打掃那個字 整理那個字 後面是yes 這種字尾 就代表主詞一定是你 因為他每一種主詞的後面字尾都不一樣 動詞都會變化 英文看不出來 英文只有什麼 第三人稱單數會加s 你只要看到動詞 你只要看到動詞在現在式的時候 看到動詞 有加s或es 你可以知道他主詞第三人稱單數對不對 可是剩下的第一 什麼主詞第一人稱 i還有u還有複數都看不出來 因為動詞都擺圓形對不對 所以俄文是剛好每一個人稱 他的那個字尾都不一樣 所以你只要看到動詞 就知道主詞是什麼 所以他們常常動詞 主詞都省略掉 俄文我覺得他難在詞彙 他詞彙很複雜 可是他因為詞彙複雜 他相對句型就可以簡單 因為他只要一個詞 就已經告訴你很多的資訊在裡面 所以他不需要把句子講得太多 太完整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公平的 可是像英文有些情況就是 他的詞彙比較單純 可是他的句子就會必須要 比較需要長篇大論 好幾句話才能夠講清楚 像中文也是 比如說我們俄文有分 男大學生就是student 女大學生是什麼 student卡加一個卡 就是女生對不對 可是中文有沒有分 男大學生女大學生 沒有就只講大學生對不對 或學生 那如果說 我之前有跟你們舉過一個例子 如果老師說 我昨天跟我的學生去逛夜市 那你們可能會好奇說 那是男生還女生 或哪一個學生對不對 你們就會問說是男生還女生 就會講 因為我講說我昨天跟我學生去逛夜市 我這樣講 你們聽不出我是跟男生去還是女生去對不對 可是在俄文的話我會講說 我昨天跟我的student卡去逛夜市 那你們一聽到student卡 他有加那個卡的字尾 是陰性字尾就是女生 你就知道說我是跟女生 你就不會說還白目問說 老師是男男女的不會 對 那如果我講說我啊 我啊 昨天是跟student去逛夜市 那你們就不會 也不會問我男的女 因為student是男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 二文就變成說他在詞彙上有很多 你需要在學詞彙時候就比較複雜 要去記的地方 可是相對於在句子 你就可以很簡單 一句話就可以把 該講的訊息講清楚 然後聽的人也不會聽錯 也不會再或是多再去問說 男來女的或是怎麼樣 不會就不需要 重點是因為不需要 好那這是二文的特色 所以同學在初學時候會覺得說 二文好像要背的東西很多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一般在學一個外文 都是先從詞彙開始才來句子 所以這個是大家現在初學者 比較辛苦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忍耐 好再來起床那個單字 我們來唸 Fustavac Javstayou Tivstayouche On anafstayouche My fustayouche My fustayouche We fustayouche Anifstayouche 好最後一個學習 他這邊學習 也可以再加一個就是有那種 專心自律 做專心從事某一個工作 或專心的從事某個事情的時候 就是很用心在研究的時候 都可以用Zanimata 好 原型Zanimata 好這個不太好唸 來再一次 Zanimata 來先唸一半 Zanimata 捲舌 然後後面才 Zanimata 很難唸 因為前面要捲舌 後面不捲舌 所以你們會 很多同學會唸這樣 Zanimata 然後不然就什麼 Zanimata 就是 又不捲舌 因為一個捲舌一個不捲舌 很難唸 然後很多同學都是 要嘛兩個捲舌 要嘛兩個都不捲舌 可是不是 前面捲後面不捲舌 是應該這樣 Zanimata Zanimata 要頓一下才來得及反應 這要練習 Zanimata 好 再來 那個 第三個 他 男生的他女生 他這邊 Ong ana Zanimata Mu Zanimata Mu Zanimata Mu Zanimata Vizanimata Mu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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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a 好 念完這些幾個 來 那個已經學一年的同學 有沒有 覺得好像 二文的那種 記憶比較回來了 然後發音好像有比較親切一點 沒有喔 有 有啦 謝謝 好 那再來 再來 再來 請翻到二十六頁 二十六頁的話 這邊要提醒同學 就是驚嘆號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念的那個什麼 Zanimata 那個字 就二十五頁那Zanimata 那邊 怎麼有一些後面最後字尾是 那個 這樣子 有的是這樣子 有的是C 有的是Xia 為什麼 那這邊有講 這邊二十 二十六頁這邊有講 同學這邊驚嘆號 這個有寫 他說帶Xia 與不帶Xia的動詞 變為 那個相同 就意思說 你平常我們動詞是後面都是 什麼起 什麼起結尾的 沒有帶Xia 那如果說有的動詞或有帶Xia 帶Xia的話有它其他的意義 我之前講過 那如果有帶Xia的動詞 跟不帶Xia的動詞 其實變法都一樣 它的方式是一樣的 只是說如果有帶Xia的這一類動詞 你在變位之後 要把Xia加回去 你不能說變化之後 Xia尾巴就切掉了 尾巴還是要加回去 可是他加的話會有一個原則 就是說 如果這個Xia是加在 就是他 通常是加在變化之後 加在最後對不對 那在Xia之前 加Xia之前的那一個字母 如果是母音的話 就要寫成這樣子 如果變化之後的前面那個字 就是前面那個字母 是子音的話 就寫成這樣 例如說 我們剛剛有學到 同學請一起看到25頁 一起看到25頁 看Xia尾巴學習這個動詞好嗎 我們第一個在Yia的變化的時候 Xia尾巴Yu 它變化之後是變Xia尾巴Yu 是不是 那Yu是不是母音 是的話 母音的話 所以後面就加C 母音的話就加C 這樣知道嗎 好 那再看到第三個動詞 On 看Ana 他的地方的變化 Xia尾巴 Xia尾巴也差 有沒有看到 他變化之後是Xia尾巴也T 那T Pay這個字母是什麼 子音 如果是子音的話就 還是加Xia 母音的話變成這樣 子音的話是變這樣 這樣了解老師的意思嗎 好 你們應該都會懂 好 那同學 那我們的第 這邊有講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驚嘆號 第二個 26月第二個驚嘆號 他有寫到這樣 同學這個注意 我之前講過 可是你們再記一次 他課本是寫這樣 課本寫的這個是T 他不是M 有沒有 他是書寫體 那另外還有一個寫這樣 不是他寫這樣 OK 那我們這邊就寫這樣 我老師把它改成這樣 改成你們看得懂的 這種組合跟這種組合 通通都念成 來 你不要念Xia 也不要念TXia 要念什麼 全部念成什麼 Xia 對 這兩種組合 通通都是要念Xia 知道嗎 還記得嗎我們之前有講過 不要念Xia 或TXia 不可以 好 那這邊呢 這兩 這兩個說明 這兩個驚嘆號 說完 注意的地方說完 那我想我們可以 把26頁這個動詞的 這一課的第二變為法 再來念 來念一下 來 上面那個表格 睡覺 好 來 SPAZI YASPLU TISPICH ON ANASPIT MUISPIM WISPITZE ANISPITZE 再來看那一個字 SPAZI SPAZI 那這個看呢 我之前有跟你們講過吧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寫 這個看等於英文的 look 跟watch的意思 look跟watch 沒有see的那個意思 沒有see的意思 see的那個 那個 的那個 那個字 那個語義還有另外一個動詞 我們還沒學到 在這邊的這個SPAZI 看只有watch跟look 兩種意思 好 來 SPAZI YASMATRIU TISMATRIU ON ANASMATRIU MUISMATRIU VISMATRIU ANISMATRIU 好 你看喔 你看他是用TISMATRIU 對不對 是不是MATRIU 那一個字是指你在看 那所以俄文很簡單 他句子就講說你在看什麼 什麼 那一個字在俄文是stor 等於英文的what 英文講what 俄文講stor 比如我們講stor 這樣的語調就是指what 這樣的意思 那如果我要講說你在看什麼 就是那英文會怎麼講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我們會這樣講 對不對 那可是俄文就 就不用這樣子 俄文完整講 說stor tis smotris 可是俄國人都會把t拿掉 為什麼 他都直接很簡單就stor smotris 你在看什麼 為什麼 因為看那個字 他的字尾是smotris 我們只要看到那個字尾 就知道主詞是tui 就是你啊 那就不用再講了 不用多 不用這麼麻煩 還把主詞再講出來 因為只要看到動詞 就知道主詞是誰 所以他們在講話的時候 常常省略主詞 那這個是外國人 在看開始學俄文的時候 會比較吃力的一點 因為 我們中文的講法 跟英文講法都習慣 還是要把主詞講出來 比如說你在看什麼 好像比較合適 那中文通常不再講主詞的時候 會變得有點不禮貌 只有台語才會這樣用 這樣是不是不禮貌 有沒有 用法不習慣 沒有 就是習慣不同 所以同學就是 在俄文這樣是合理的 並沒有那個意思 就是他主詞不講 可是意思就是說 你在看什麼 沒有那種挑釁的意味 所以不用誤會 所以不用誤會 好 再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表格 他都是帶瞎的動詞 那他有第一變位 有第二變位 好 來 我們來看 第一個來洗臉 這個字 來 很好 我聽到同學念很標準 是 tipower 其實同學 hö 你們雖然都在害怕說 一學期沒有學一年沒有學 可是老师听你们念 那个程度还是在的 你如果真的完全忘记 我跟你讲 现在念出来不是这样 一定是很可怕的 一定是哩哩哩哩哩的 其实我觉得 有那个能力 那个程度还是在 然后呢 只是说可能是熟悉度够不够 那我觉得说 如果说我们再多上几次课 那可能熟悉度比较够的时候 我觉得就回来了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们其实 你们好多同学 在这门课开诚之前 私下都跟我说 老师我很怕 已经学习没碰 一年没碰 好怕哦 然后会不会学的 会不会不能学或哩哩哩哩 你们都把他讲的那么严重 我都会觉得说 那不知道多恐怖 结果后来发现 没有啊 没有想象的这么严重 所以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有信心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好 再来阿杰伯萨 穿衣服这边 来阿杰伯萨 这一课有两个带虾的 其实刚刚第一变位应该算有三个 因为他把其中一个放到25页去 这个是编排上我觉得是有不妥的地方 其实第一变位带虾的这一课有三个 不管他了 我们自己知道就好 来第二变位这边 就请这个字 La Ritza Ya La Rue T La Ritza On Ana La Ritza Muy La Ritza V La Ritza Anni La Ritza 同学那个学习那个字 你们就自己回去练习看 我下礼拜上课要讲第三课的课文 还记得课文很重要 有很多补充的文法还记得吗 所以还是要来 不要因为老师在复习就 我第三课课文讲完以后 对话讲 我可能就要跳回第七课了 除非你们中间有要求哪一课要复习 我就要接第七课了 可以的啦 你们可以的啦 不要这么谦虚 对自己没信心 那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你可以那个开放课程 自己再回去线上复习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Tasvidania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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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